哈喽大家好,我是Gali 有没有觉得最近我还算是蛮高产的 这是我第一次做仿妆 是这个Blackpink Lisa的这个妆容 如果化好之后我就有一点想抽自己的耳光 因为从五官啊,脸型啊 就是各方面都跟Lisa差了比较远 我就,啊,为什么我要做Lisa的仿妆这么难 但是由于自己确实是她的脑残粉 所以大家就不要把这个妆容当成教科书级别的妆容 就当一个妆面来看一看吧,好吧 不过这个从配饰到衣服还有就是头发 这个我已经真的是尽我最大的所能 找到这个尽可能相似的了 所以还是请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啦 好,下面开始化妆了 这次底妆不算是太大的重点 所以我就比较快的跳过来 大家按照自己平时化妆的习惯来化就可以啦 我想 你再次戳一下 看看戏 presentations 有什么好想谐 特别的痛苦 那些人比较快的 说明凭小春生 我也是像一个患 어떠人 我认为你那些最后爱的 这次是最后爱的 接下来就是小重点眉毛了 因为Lisa这次有染一个偏橘的头发 所以这次眉毛我用的是眼影来画 用个哑光系橘色的眼影来画 眼影也是主要是配合头发 是一个偏橘色 但是其实是偏金棕橘的 有一些金属感的颜色 这里拍我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颜色特别的饱和 实际颜色其实没有这么浓郁 其实这个妆面 我是从那个照片上面抠的 我看到照片上面 它是有一些比较亮晶晶 有一些亮粉在的 所以我这次用了比较颗粒比较大的 Lisa的眼线是属于拉的比较长的 然后眼尾是比较上扬的 会比较感觉攻击性是比较稍微有一点强的 然后它的重点是它的下眼 下眼瞼的眼头也是会用黑色的眼线笔画上 就是在日常里面看这个妆可能是会比较浓的 鼻影部分因为Lisa是太极的嘛 所以它的五官其实是比较立体的 但是它的鼻子比我短很多 所以这次的鼻影我是尽量让自己的鼻子看上去短一点 泛红因为MV中其实看不太出 所以我这次就用橘色略微的带过 然后贴上一款比较自然的假睫毛 因为韩式的妆容就是比较强调眼线 嘴巴因为Lisa的嘴巴是比较圆 比较风润的那一种 所以我要用遮瑕先把整个唇形遮住 画的时候尽量把自己嘴巴画得圆一点 眉骨稍微打亮一下这样子我们妆面就已经差不多完成啦 戴好假发希望可以有稍微像一点点 那今天就要这样结束啦 老规矩的小彩蛋是肯定会有的啦 关注我并且转发这一条微博 我就抽三位吧 抽三位小仙女送小小礼物一份 拒绝礼物还是看微博吧 好吗 拜拜 拜拜 コ兰赠 Denis 如果要想购乱的 感谢观看